美国又有银行撑不住了 这次的主角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第一共和银行 第一共和银行遭金融当局接管 最后确定由小摩摩根大通收购 摊开美国史上前四大银行倒闭案 2008年华盛顿互惠银行申请破产 到今年三月有两家 分别是矽谷银行跟纽约签名银行 四月则是第一共和银行 不过这次市场似乎没有那么恐慌 导致美国第一共和银行爆雷的根本原因 是其过度扩张的资金结构 当时该行的贷款和长期投资 与存款的比例已经高达111% 专家分析第一共和银行早就存在系统性问题 由于它是一间主要锁定富人客群 提供优惠低利贷款的银行 主要据点在加州纽约波士顿跟佛州 但它旗下的存款竟然有68% 是没有美国FDIC担保的 意味存户很可能听到一点风声 就出现挤兑风险 第一共和银行上周公布财报 民众大幅提款导致存款失血问题比预期严重 股价有如自由落体直线下坠 从今年3月122美元到5月下市前 只剩下每股3.51美元 跌幅将近97% 这一波美国中小型银行倒闭潮 也跟联准会这个礼拜是否再次升息有关 到底会不会再升息一马 有市场分析认为想解决流动性问题 联准会也可能被迫提前降息 深不深息市场有分歧 但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个更头痛的难题 美国财政部又敲响警钟 说政府目前现金不足 如果再不提高债务上限 6月份将无法偿还外债 拜登紧急召集国会领袖讨论 但目前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 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如果美国出现债务违约 很可能会削弱美元 作为世界货币领头羊的地位 向南美阿根廷政府开始实施新政策 停止使用美元 而是改用人民币 结算从大陆进口的商品 另外巴西也发出抗议 美元长期依靠的是美国的信用 但随着债务违约出现隐忧 加上俄乌战争对俄罗斯的制裁 恐怕去美元化的趋势正在发酵 TBS新闻综合报道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